乌尔战争超过一个月 乌克兰已经大半变成焦土 不仅是基础的建设禁毁 没水没电 部分地区还经历过 俄军的残酷屠杀失衡遍野 只是停火还没影子 俄军也还没撤 但四月初这个周末 就有超过40万的难民离开波兰 他们挤满了大巴士选择回到家乡 除了是因为太想家 担心家人的安危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生活的条件太差了 像波兰所收容的乌克兰难民 有250万人 而晚到的难民分配到资源非常少 睡大通部的日子 毕竟不能够长久 但也有极少数幸运的难民 已经找到了新工作 尽管得要转航 或者是放下身段的辛苦劳力活 但是为了孩子的生命安全 依旧选择留在一箱打拼 开战至今波兰收容 超过250万乌克兰难民 但四月初深夜的华沙街头 这辆满座的大巴士 却要开回乌克兰 四月第一个周末 已有44万2000人决定离开安全地带 回到战火中的乌克兰 除了想家之外 另一个原因是生活困顿 早来的难民有寄宿家庭可去 晚几天到的人至今睡在体育馆 或学校改的大通铺 尽管语言相近 乌克兰成人们学波兰语不难 但要上学的孩子们 就得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 波兰政府尽力帮忙 甚至发放补助金 也开放难民登记后申请工作 但开战超过一个月 人力财力空间资源都已到极限 回乌克兰的大巴士上做的 就跟逃出来的人们 一样是老弱妇孺 意外的求生之旅一个月 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时难 但家乡早已跟逃出来时不一样了 不只是欠缺医疗资源 让孕妇生产而已 基辅附近的布查小镇 经历厄军大屠杀后 幸存居民忍不住拥抱 乌克兰士兵边讲边哭 因为认识的亲友 多半已变成街头鱼体 厄军制造的人间炼狱 还有马里乌波尔 大量平民死于空袭 有些幸存者只带着宠物与护照 丢下一切才来得及逃 这位学校老师直到快没东西吃 才逃往波兰 但还没过边界他就想家了 就算亲眼见到家园已经变成交土 这些乌克兰难民现在最大的梦想 还是回家 为了孩子安全 有些乌克兰难民妈妈 已经认清现实 在乌克兰得到国际间 有利的安全保障之前 不敢回家 必须熬过难民生活 这个乌克兰妈妈曾经是补习班老板 但现在得转行去做橱工 带着11岁儿子住在慈善组织的宿舍里 过去有家人依靠 有五个员工差遣的日子 回不来了 他要养儿子 还想寄钱给留在哈尔科夫的丈夫与父母 只靠波兰政府发给难民的救济金 绝对不够 冷天里挤公车 去慈善组织开办的乌克兰餐厅 弯腰赶饺子皮 他知道能这么快找到一份工作 已经是难民中的幸运儿 要适应的 还有收容乌克兰难民的欧洲邻国 30万乌克兰难民逃到捷克 如何安顿这批突然蜂拥而至的新移民 也是捷克政府的挑战 布拉格的一家新社网路电台 开播乌克兰语广播时段 每天播出12小时 包括乌克兰新闻的各式节目 也提供难民们需要的申请身份 医疗或就学等讯息 捷克的乌克兰侨民们 带着刚逃来的难民们一起工作 这位22岁的乌克兰难民 父母不肯离乡 哥哥必须留下来打仗 家人叫他逃往捷克的姑姑家 带着母亲和弟弟花了6天 逃来布拉格投靠未婚夫 这位23岁的乌克兰网页设计师 听到乌克兰语广播节目红了眼眶 但在波兰华沙的巴士站 还是有人不顾一切 要回乌克兰 有家人在的地方才是家 逃出来两周的年轻女孩 搭上往乌克兰的巴士 急着赶回还没停火的家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